你現在在看的是大爆死 大家好, 歡迎回到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其實之前答應過大家開這隻 YF-29 給大家看 今天叫做有日加坊 方便點拍片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Bandai DX 超合金 YF-29 Dirandalu Baruchiri Maxmedian Genius Use Full Set Pack 其實我也非常意想不到 在Bandai 推出Marcos 7 的超合金之前 我會買Marcos 的超合金系列 其實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天才駕駛員麥斯 去到Marcos Delta 的年代 依然有一架它的專用機 是令我很開心的 待會再慢慢說吧 其實這架機體就是出自劇場版 Marcos Delta 絕對Live 裡面的 麥斯專用的機體 其實這個帽是舊帽來的 不是什麼新帽 其實是之前 Aruto 或早月旅用過的那架 YF-29 的改式 這次的Full Pack 連起來 不用再分開買 事不宜遲 立即開來和大家看看 開出來內容如下 我先先組裝了一個 Display 架 就篤起了一架 YF-29 這一架就是Full Pack 這架就齊了 其他帽子有不同的手型 拳頭、握槍、敬禮的手 另外有一把軍刀 這架就是變形用的時候 這架 Pax 更換的配件來的 那架槍的Gun Port 其實就已經放在戰機的Fighter的底部了 大概是這樣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Pax 就是裡面的那個人仔 即是麥斯 一會再展示給大家看看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現在先看看Fighter 戰機形態 先先介紹這架機體 正如一開始所說 是最新的劇場版 Marcos Delta 絕對Live 出現的機體 其實為何我會買這架機體呢? 因為其實 幾有意義 因為麥斯 天才機師美少年麥斯 由第一套Marcos 陪伴大家到現在 可以說是 在這40年陪伴大家成長 由第一套Marcos 是一個天才機師 接著到Marcos 7 是Battle 7的艦長 其實當時已經中年了 去到Marcos Delta 其實麥斯已經是73歲的老伯伯 其實劇場版裏 都提及過他已經退役了 只不過他被一個 複合星間企業 這個Chaos 再拼用他做艦長 亦首次在螢光幕 讓大家看到麥斯和米拉茨 這兩爺孫有些互動 這個是挺開心的 麥斯陪伴了大家這麼久 所以我覺得這機體是有 入手的價值的 其實那段是說什麼呢? 那段大概說一下 Haiate 已經差不多打大佬 要進去敵艦的位置 處於下風 麥斯突然決定 算了 我也是不適合做男長 我也是適合做駕駛員 將這個男長的職務交低之後 自己就拿了一部YF29 有出去幫忙 那段超棒的 還要播放GiriGiri 是有點而正的 那段 雖然出場的時間 不算很多 但也是非常有型 機體和故事大概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看細節 其實這次就是小弟第一次 買這個超時空要塞的超合金 其實玩樂都很新鮮 跟大家看看細節 大家會看到整個機體 其實有很多拉花 不論是Corpette的旁邊 還是機身 這個拉花最棒 應該是麥斯專用的拉花 Maximeon 因為有兩個M字 機翼這些位置 燈位和marking 都沒有貓膚 噴射筒這些位置 其實都頗漂亮 現在不如試試可動 Fighter 時都有可動 先先這個位置 這個機翼其實可以收起來 這樣 左右都可以展開 這個位置的翼都是有個活動 另外 BOOSTER 就可以這樣旋轉 OK BOOSTER 這個位置 原來有個波裝 都可以調校不同角度 有點像真實的戰機 調校不同的角度 向不同位置飛行 反轉個底給大家看 這樣 然後 在機頭這個位置 其實就可以打開 然後就可以放腳架 叫超級金點都有些金屬 看到整條框都是金屬 然後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有條坑 就可以這樣揭開 然後就可以翻開 然後就可以翻開 開 開 這樣就可以 著地了 既然降落了 讓大家看看 讓大家看看 73歲的老爺爺 墨斯 可以這樣打開 這個位置 這樣 人仔 就這樣 不要看它這麼小 這隻上色都挺仔細的 試試看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跟劇中一樣 是藍色和LavyBOOSTER 主調的駕駛服 頭盔的玻璃罩 就有了金色 就表達它的玻璃的感覺 喂 其實是挺仔細的上色 喂 不如看看駕駛艙裡面 裡面就有一種椅子 這邊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不過都是叫做過癮一下 先把它放進去 加油一路 魚油一補 出發 這個fighter mode 大概就是這樣 不如現在先放進去 讓大家看看 因為其實劇中 它都一出場 已經保持著全盒的狀態 就沒有這個普通 即是沒有盒的樣子 現在先放進去 讓大家看看 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battoloid mode 的時候 的盾牌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兩個洞 這裡有兩個PIN 就放進去 拍下去 就是 對 簡單 然後這個類似 渦輪引擎 這樣的位置 其實它會有一塊 蓋著 這一塊 這個位置 其實有一條舌頭 然後放進去 那個坑 就可以拍實 理論上是這樣 原來找到的位置 就很輕易 就可以滑下去 不用怎麼用力 現在兩邊都安裝好了 接著就安裝引擎 這個位置 好似包含炭 是人的鉗 這裡有兩個PIN 這裡有兩個粒 就線紋 填 線進去 就可以穩固 就是這樣 這個位置 就可以拉出來 然後 機翼這個位置 我們先要收一收 然後就套 這個 Superpack 版本的機翼 就這樣 然後大家會看到 有另一個灰色的拍屎 放回這個位置 大家會看到這裡有個洞位 這裡有個片位 就放進去 拍實去 完 另一邊一樣 這樣安裝了 Super Pack 其實還有少少 gimmick 先先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可以打開 這樣呢 打開有什麼呢 打開蚊帳 打開蚊帳 當然不是有隻蚊帳 打開了之後 大家會看到裡面有一堆飛彈 我發現原來我玩了這麼久 就裝漏了一支旗 Felizori 除此之外 這個位置就可以拉長 然後可以打開 兩邊都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其實這個是在大氣圈外的使用 即是在大氣圈外 就是這個模式 這樣 如果在大氣圈內 要用的時候 其實就只拆了這個灰色Paxe 這個灰色Paxe 拆了這個Cover 就是了 沒有特別的大不同 那就不特別在這裡試給大家看 接著呢 我們變一變這個Galwork 給大家看 現在就開始變這個Galwork 給大家看 先先我們要拆在後面這一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 這個Marcos 在這個計劃的階段的時候 其實是曾經沒有想著有人形 即是這個Bathololoido的形態 原本是想著沒有的 即是何森政治先生 其實最初是想 只是以這個駕屋的形態 去演出整套劇 當然當時的贊助商 就不肯過它 所以迫血無來才加了這個人形的形態 好 然後這一部分 就可以這樣升上來 繼續變形 這樣 接著呢 就把整個肌翼這樣向上反 去 然後呢 就可以反腳下來了 這樣 反個膝蓋下來 手反個六線 抱歉 然後呢 再慢慢向前反 拔腳下來了 打開腳掌 另一邊同樣 現在大概就這樣的樣子 那我們繼續吧 另外在後面 我們呢 就可以整份 這樣反高 嘩 有點不知怎樣拍 這樣反高 順便呢 就拆了把槍出來 它其實呢 有支架的 那麼 都拆了 同時間 OK 好 之後到手了 這個位置呢 我們慢慢就把手 就反出來 反下來 然後 向前扭 然後呢 拆開肩膊 肩膊 這裡有一塊東西 這樣揭開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這邊一樣 好 反轉這邊 給大家看 這塊東西 先反起來 然後呢 大家會見到 這裡呢 有兩個孔 這裡有兩個扣 這樣 慢慢呢 就 反下去 合得對 大家應該會聽見 拍一聲 對 就像這樣 這樣就卡住了 那個關節 然後呢 庫浪位 這裡呢 灰色扣 是有個 插位 剛剛好卡住 就這樣 這樣 卡住了 之後呢 這裡有個扣 就可以把槍放進去 先放好 嘩 好像巨龍一樣 這樣 扣實了 這樣就 開 差不多完成了 這個角窩的形態 調整一下 關節的位置 機翼的位置 其實就差不多變好 了 前臂這個位置 其實有拉出一格 那 隻手就會長一點 另外呢 背部這個炮的位置 其實是可以拉長的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狀態 亦都可以旋轉 去不同的方向發射 這樣 盾牌 就裝上盾牌 就這樣 去 去 那麼 駕駛就大功告成了 那 駕駛這個半人半戰鬥機的狀態 就是Marcus 一個很標誌性的一個 機械設定 其實這個機械設定 是河森政治老師 在滑雪的時候想出來的 那滑雪的時候 大家就會污下身 然後兩隻手拿著那兩隻棍子 一邊搶下搶下 這樣 其實那個 駕駛的形態 就在那時候 啟發出來的 這樣 河森政治老師 之前在CV來香港的時候 都有提及過 這個開發 設計的一些小小的趣味 這個就是這樣 然後就變成BATOLOIDO形態 就是這個機械人形態 好 變成這個BATOLOIDO 先要 先拔出一條巨龍 這個位置 真的好像巨龍 這個位置 搞笑 拔了 然後呢 打開 陸的位置 那個活門 這樣 就接飛機頭向後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脫下半身出來 整個下半身脫出來 這樣 大概這樣 收好這個灰色的支架 然後呢 就可以站直 一個人 去 拉直直腳 叫做 然後呢 這一份 整份呢 就可以向後摺 嘩 等一下 先 這一份 整份向後反 然後呢 就這樣反上來 這一份 OK 頂個頭上去 去 慢慢 頂個頭上去 慢慢頂個頭上去 頂到盡的時候呢 就可以 轉回頭過來 去 去 好 調回到耳朵 好 然後呢 退回頭這個位置 然後呢 就慢慢把copy這個位置 慢慢轉上去 慢慢轉上去 這樣 拍著它 接著呢 就可以 反下來 扣著它 OK 接著就可以 反回整個背部 這份東西 來 肩頭這一份 就可以 向後 反多一點 大家應該會見到 扭完之後 的position 大概是這樣 曲曲的 這樣 接著呢 就把這個 股關節這個位置 呢 向上移 移 移到去 這個 金屬關節露出來 之後呢 就是把這個 金屬關節 就拍上去 這個位置 那這個 YF-29 Delanda Loop Valukiri 就完成了 那樣子 就這樣 對於第一次玩這個DX 插金的我來說 邊形 不算太過艱難 是有些位置 我不是很確定要做些什麼 變多幾次 就熟能申考 是可以的 這樣 大家看到現在是沒有用任何Stand 雖然背了Super Pack 好字好大抽 但是都站得穩 但是可動你就不要太要求它有什麼可動 因為 先先股關節這裡就會被前翼頂一頂 當然你可以攝後一點 就勉強動到的 小腿關節就90度接曲就完 不是很高可動 股關節這個位置就波裝 腳有個摺地 前臂的關節Double John 可以摺到這樣 拳頭就波裝 頭可以左右上下望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可動方面 不是很好的 可動就 雖然劇中活躍的時間 不算多 但是出場是挺有型的 以及對老人家是挺優待的 先看看他的樣子 今天大家看到眼罩透明紅色 其實旁邊的青色都是透明部分 來的 其實胸口這兩個透明紫色部分 在Fighter Mode的時候已經看到了 肩膀的拉花也有做到 既然Zoom到這麼近的肩膀 不如試一下肩膀的Gimmick給大家看 其實可以這樣打開 就有一堆飛彈 除了肩膀 小腿也有些彈甲 先要先移出來 上面一卡 下面一卡 然後這個向前移 這個也是這樣向前移 然後我們就可以打開 彈甲的活門 留意其實它的彈甲 這是一個摺疊式的關節 要摺一摺才可以移出來 上面那一卡就這樣揭開就可以了 哇 密集恐懼症 超多飛彈 另外呢 最後試一把槍的小Gimmick 其實它可以打開 先先這一塊可以向上拉 然後呢 前面這一塊就可以向前拉 向前拉之後 然後呢 窗管的位置 就可以打開 然後呢 剛才拉起這一塊 就可以向打側 折下 變成一個電磁炮的物體 但是呢 它伸到長度 其實關節是承受不了的 為何而勉強 變成這個MODE之後 我自己覺得不太OK 那麼 三個型態和武裝 都試過給大家看 其實呢 在這個Gawoc 和Batololido 即是人形的時候 都可以拆了一個Super Pack 不過呢 劇中就沒有出現過 沒有Super Pack的狀態 那我就姑且不在這裏 試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自行 想像一下的樣子 都其實是沒有了後面的 那些Booster 之類之類的那些東西 現在呢 就找了一個Stand 錄起了它 還有用了一個 可動手指 其實這個可動手指呢 就只是動一點點 就這樣動一點點 可以假裝扶著把槍 感覺呢 大概就是這樣 那麼 小弟呢 這隻東西是訂的 那時候怕死無貨 訂回來都成$1700 現在外面最便宜 可以跌到$1300 這個 都超划的價錢 可以說呢 除了這個Strike Gundam之外 近來Bandai一個插水的貨品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之前Marcos 的所有產品 都沒有海外的拉伸 一定要水貨 那時候的貨源比較緊張 過往有一段時間 Marcos 的產品都比較炒炒 現在因為海外版權開放了 所以就會有行貨 所以功貨就會比較多一點 不過大家購買的時候 就小心了 因為江湖全民有一批廠貨 批價很低調 低到有點不合理的地步 大家買得便宜的時候 都留意一下那間店 是否信譽良好 我見到有些店 專門標著正版行貨 寫著 這些我想可以信得過 大家找一些信得過的店 去光顧 如果便宜到太不合理 大家就小心一點 我猜1300多 我猜1400多 都還是合理的地步 麥斯這個人物都頗特別 雖然他不是第一主角 不是一條徽 但是其實 都叫做陪伴著大家成長 大家看著他結婚 跟著生了七個小朋友 現在還有孫 sorry 漏了 還離婚 一邊看著他 升職 退休 退而不休 這個是 令我幾感觸的一件事 好像真的看著他長大 剛才不是說過 麥斯退休 接著受聘一間私人機構 同時 這個男子 祖拿達星人的朋友 BATTLE SEVEN 都是那個 綠色 很大的頭髮 EKIZEDORU 那個角色 說了一句說話 令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麥斯決定 不再做男長 接著 拿一架YF-29出去打 接著 跟他講了一句對白 就是 麥斯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這個是你最適合的決定 那個是挺有趣的 其實麥斯骨子裡 都是一個戰士來的 這個對話 令我覺得 有一點點感觸 Marco Stelta 如無意外 在絕對LIVE 這個劇場版 就正式 HOST FINAL 我相信 WALO CURI 應該就 沒什麼機會再出場了 我相信 未看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 叫做圓滿了一件事 接下來 看看Marco Stelta 40周年 會不會有什麼新項目 其實 玩完這支 DX薩金之後 都覺得 都算是可以 因為沒有我想像中 那麼複雜 因為我未買之前 會以為 很難片 很辛苦 沒有這些事 是比想像中簡單的 如果之後 有什麼新作品 都可以試一下 買來玩一下 我覺得 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好 今集來到這裡 下集再跟大家 玩個其他玩具 拜拜 拜拜